pain 那支带的部分 我们可以以这条线去夹尾端的柱子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这个线比较粗 没办法做回穿的动作 所以我们直接先把这条线收掉 线我们一样以这个大眼睁 就像刚才一样 穿珠子的时候也是用大眼睁 忘了说明 这个针比较特殊 它的针也非常的大 在正中间 我们把线穿过大眼睁 就可以去做收线的动作 这个大眼睁通常只用在勾针的时候 那这里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线跑出来 不太好看 那我们可以加个两颗或三颗的日本小猪 比一下那个距离 差不多三颗 那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那这个穿回穿的时候呢 嗯 因为这是用花生珠 所以比较不明显 那可以就是加了这个珠子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这个花生珠的前面 挑一下线 这珠子才会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好 那现在要来做收线的动作 收的时候 然后我们刚才绕了一下那个线 好 那我直接前进 现在看到的珠子就是花生珠 那你就直接前进花生珠 有四颗就要回穿四颗 有四颗就要回穿四颗 那没有办法一次就分次 那它的正上方是不是有一颗这个珍珠 好 那不可以直接前进了 好 我们要前进的是花生珠 所以我往右手边就是这个花生珠的正上 它的右侧方 右上方的这一组花生珠的前面 再挑线 不可以直接前进 要像刚才那样子 挑线 然后来穿过这个线头 这个圈圈 打一个结 再前进花生珠 那每一次都他涌望他的右侧 那这次会前进到哪里 看到因为这刚好碰到那个 就是 反向边的那一个角珠 这里也可以 可是会变成你找不到那个 那一幕的最顶端 所以我们直接就从这一个 这一个 花生珠这里 一样 就是 在这个前端 挑线 在花生珠的前端 挑线 然后 这里会形成一个圈圈 线 线 针穿过去 拉紧 然后再前进花生珠 一样 在这个花生珠的前面 挑线 这里会有一条线 这是他的边的时候的那一条线 拉起来之后 不要拉到底 会形成一个圈圈 靠进去 才拉紧 在 前进花生珠 那这里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 你在挑那个线的时候 就是线不要卡到珠子 像这样子不行 那你要一边 做 要一边检查 不要全部做完了才发现 哇 又没办法剪掉 而且拉不动 像这样这里比较松 那我们就在前进 因为他一拉他就觉得比较松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回穿的时候 再把它 拉紧一点点 像这样子挑线 是挑在花生珠跟花生珠的中间 这样不对 一定要挑在那个根部 就是 花生珠跟那个织带中间的这一条线 在这里 他不可以挑在这个花生珠跟花生珠的中间 因为那个线就会有一条跑出来很明显 做个五六次就可以了 就可以直接把线剪掉 你也可以就是把线收完 也可以做个五六次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这个线就把它剪断 然后两侧 都一样的做法 那通常就是 一般的话会 直接穿 直接加后面尾端的那一个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另外去那个fire line 来做那个尾端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就是另外拿了这个50公分的fire line 那这个入针之后 这是一般的穿注针 那 那个质宝编织用的穿注针 不是大眼针 这里就是我们穿过这个针之后 针眼之后 这个线头 我们大概留个三四公分 不会跑掉 这样子就好了 不要留太长 因为我们要反方向来入针 固定线 那这里就是 你要入针的时候呢 就因为很像会从 这个方向出来 开始 这个方向出来 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线 就是要 等一下从这个地方出来 那我们就 这个地方入针 然后线头 就等于要长的留在这一端 就可以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那这里在固定的时候呢 我们大概 就是要拉长大概15公分左右 20公分 就20公分好的 你会比较好编织 这里就是把线 在这里打一个结 固定 先穿进去 然后再 再挑第二次 然后这里要注意 不要让他这个线 悬空 好 这样就稍微固定住了 但是 如果只有固定这样子的话不行 所以我们才说要留15公分左右 我们要来把它 就是收到这个 支带里面 那是以同样的方法 刚才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花生猪的前面了嘛 好 那我们就前进花生猪同样的方式哦 跟收线同样的方式 前进 花生猪 然后在他的上侧的这个花生猪前面 挑线 挑线 套进圈圈里面 好 那线一样不要卡到珠子 好 虽然他很细 还是一样 再前进花生猪 再前进花生猪 以刚才收线的方式 把这一条线收起来 好 就是 收到这个支带里面去 那这样子我们就多了一条线 可以做 扣距的部分 尾端就会多一条线出来 因为 FIRE LINE它比较细 我们可以反复的回穿 因为如果是那个东京线的话 那可能就比较困难 因为他的厚度比较大 所以就比 那个日本小猪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做回穿的 那你也可以用那个 就是 东京线直接 去做扣距的部分 然后另外再拿一条 FIRE LINE 然后以这个方式去做补墙的动作 就像如果有那个之前的那个作品 你觉得他那个东京线好像 那个线有一点点比较久了 而且又如果有碰水的话 你把它断掉的话 可以另外取一条 这个FIRE LINE的线 然后 把它 再 固定一次 就 不用拆 不必拆掉 把旧的作品再做一点点修复 及补墙的动作就可以 为什么我们没有前进那个珍珠的部分 其实也可以 只是说珍珠的部分 比较 它有日本小猪 那刚才在做那个 收线的时候 因为是东京线 所以它可能就会比较 不好前进 你会拉的比较辛苦一点点 注意这个线还是不能卡到那个 花生珠的中间 一定是要在最前端 然后 那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 把它收掉 那这样基本上它看不出来 好 那我们就接了一条线 可以来做编织的动作 好 那从这里开始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直接加一颗 8米的珍珠 然后一颗4米的角株 再一颗8米的珍珠 像这样子 这样 那接下来扣距的前端的这个日本小猪 一样可以调整长度 那如果说你这个织带的长度 已经够了你的首尾的话 那我就直接加 就是 三颗 这里就是 加两颗 如果你的长度非常的刚好 其实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 这颗是共用的 那你这个扣距跟这颗共用珠子中间 你要加几颗 有随意调整 那像这个我是只有加一颗而已 那如果我这个前面我要加三颗的话 那我就变成要一次加四颗珠子 然后穿过扣距 金属链先加后加都可以 无所谓 金属链 那刚才我讲了嘛 我的一串是一颗是要共用的珠子嘛 所以我的这个我刚加了四颗 所以我 扣距跟共用那颗珠子的中间是三颗 那我回头就要加三颗 就加三颗 跟这里要 跟这里 要一样数量 这里三颗 这里三颗的话 这里就三颗 然后留一颗是共用 反方向回穿共用的 这颗你要往这个方向 或者是往这个方向 都可以 这样子珠子的洞是平的 那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 珠子洞是上下的 然后再回穿到织带 那回穿到织带的话 你就是直接 挑这个尾端的线 一点点有挑到线就好了 挑到线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再回头 转向 就可以再回头 再反复的回穿 然后就可以 就是 回穿到 这边 就是反方向回去 因为我们有挑到线了 所以你就可以反方向回回 回到这边来 然后再回来 那个反复的几次 做几次的收线的动作 可以这样子就是 反复反复 那你不可以收到说 我已经没有线了 才来结束 不行 你要留一点点线 做收线固定的动作 你最后还是得要回到这个 织带 做收线固定的动作 那另外一侧 也是一样 接线 然后去做那个尾端的那个扣距的部分 然后就可以完成 这样子的熟练 像这样子 好 就是另外曲线 然后做扣距的第一侧 收线 回穿收线 那第二侧同样的做法 就是固定线 然后去做这个扣距的部分 再回来回穿 然后收线结束 这样子 就是我们介绍的 以两种样式 则是螺旋边 正反向编织的一个手链 好